原来这并不是真的要嘎了吴邪 而是小哥的族人给吴邪做的局 一方面是为了确认吴邪是他们要找的人 而另一方面则是给吴邪的综合能力做一个评分 看看吴邪靠不靠谱 结果总分400的测试 吴邪才拿了19分 离了大谱了 而假吴邪并不是他人 他们正是在年少时与小哥一起参加过放野历练的其中二人 他们告诉吴邪小哥有项任务要交给他 此时的吴邪根本不相信张海克所说 张家人的本事那么大 小哥不把任务交给他们 反而要他这个综合评分只有19的菜鸟去完成 鬼才信 于是他趁着张家人不注意时 迅速的往门口逃去 结果下一秒 张海星一个闪现就将他拦住了 看来想要逃跑是不可能了 于是他便准备戳穿这伙人的谎言 而张海克也知道吴邪不相信他所说的话 我知道这么说你也许不信 先给你看点东西 看完你就明白 小哥 里面的场景正是张海克与小哥在队 原来当年小哥对张海克表示 他必须要替代吴邪去守护青铜门十年 可在他守护青铜门的这段时间里 正好是夜王现世的时间 传闻每一个80年轮回的十多年 雪山深处的夜王便会苏醒 到时候他将屠杀雪山的一切生命 受到屠杀的部落们都派出了最勇敢的战士们 去应战夜王 可是夜王会隐形 战士们还没见到夜王就被屠杀殆尽 直到80年前 小哥来到此处亲手将夜王杀死 可是夜王并不会真正的死亡 每过80年他又会重生 周而复始永不停歇 如今夜王即将复活 小哥又去了青铜门 所以他才将击杀夜王的任务交给了吴邪 尽管张家人和他说了这么多 可吴邪始终不相信他们的话 毕竟连张家人都干不过的夜王 他哪有戏 但随后张海克告诉吴邪 想要解决夜王 就必须得找到小哥藏在德家的张家信物天杖 而寻找此信物的线索 应该会藏在之前小哥与吴邪相处的过程中 这也是为什么小哥在录像里说 要与他共事三年以上的人才能完成此事 虽说张海克将这一切都说得十分合情合理 但是现在的吴邪早已不是当年天真吴邪的少年 他表示自己要和朋友商量一下 而张海信则表示 需要测试他这位朋友的能力 若是他不能达到他们的要求 就不能让他参与这次的行动 说着就往外走 没一会儿功夫 他们就带回了一个被套住头的人 伸手还不错 就是脑子笨了点 根本不可能帮你做出正确决定 吴邪表示 需要摘下他的头罩 才能确认此人是不是他的朋友 结果下一秒 胖子王炸登场 假装莫名其妙被抓来了他 还装起了外国人 标起了英语 吴邪也心有灵犀 默契配合表示他们抓错了人 这人并不是他的朋友 随着吴邪一顿吹嘘自己的朋友 如何如何的厉害 哪会这么轻易被抓 这让张家人都开始怀疑 是不是真抓错了人 既然抓错人了 让他出去 就在此时 一个毒气瓶子突然被人 突进了屋内 慌乱中 张家人连忙做好防御措施 可等他们将毒气瓶 踢出去很久 也没有发现敌人的动静 正当他们怀疑有人搞鬼时 突然一道激光瞄准了张海信 此时吴邪跳出来表示 这就是他朋友的手段 看到吴邪的朋友有如此的表现 张海克表示他的朋友过关了 听到张海克这么说 吴邪便朝着发射激光的位置 扬了扬手势 激光果然消失了 这时胖子再次王炸登场 他脱下了易容的装饰 露出了本来的面貌 直到这一刻 张海克他们才知道 这是被吴邪二人阴了 原来胖子早就给吴邪安装了监听器 这才能得知这里的一切 没了 胖子让吴邪拨通手机上的未接电话 并表示刚才的场面是先礼 接下来就是后宾了 随着胖子的话音落下 数十道激光 轻刻间全瞄准了所有的张家人 这回不是闹着玩 而是动了真假 没想到胖子真的带来了强大的火力支援 随着枪声的响起 张家人开始找地方掩护 而胖子则拉起吴邪向外逃去 等到了安全的地方后 胖子才告诉吴邪 外国人已经找到了他 并且也想合作对付夜晚 说着便拉吴邪躲进了一间屋子里 不成想他口中的外国人早就在此等候他们了 胖子详细地跟吴邪讲述了这一切的来龙去脉 这群外国人的头目是个叫老冯的外国人 他是最近收购了求德考的公司 才无意中得知了铁三角的事 之所以找上他们要合作 是因为求德考的科研中心 发现了一种新的生命体 夜晚十天 这种生物对他们的科研十分重要 虽然老冯给出的酬劳看起来非常有诚意 但是吴邪对于刚才的枪战还耿耿于怀 他们还在房里 对方就直接开枪了 根本没有考虑到他们的安全问题 老冯表示他们都是受过专业训练的 就好像外面的战斗一样 他们会在三分钟以内就解决掉追来的张家人 就当老冯话音刚落 外面的枪声戛然而止 还真是三分钟以内就停了 这会不会太高效了 老冯嘴上说的很肯定 但是心里还是有些放心不下 当即表示先出去看看 让他们在这里考虑一下合作的事宜 可吴邪胖子在房间里等了许久 也没见到他们回来 与此同时 外面也没了一丁点动静 可当胖子准备出去查看一下时 刚打开门 他就被人当场一枪击中头部 吓得吴邪连忙上前查看 好在只是擦上了一些头皮 没有致命的伤口 还没等他们弄清楚情况 外面的枪声再次响起 好在他们反应及时才躲了过去 随着吴邪朝着门口丢出一个东西 吸引对方开枪 从而确定敌人和他们的距离 胖子脱下外套 让吴邪拿在手上 当杀手靠近时 等吴邪看清楚杀手的长相后 才发现此人是修道场的修行者 不过眼下他们并不能确定 他是哪方的势力 于是二人便将他带到了 另一个小房间 现在的情况真的有点复杂 张家人和外国人战斗的结果 还不清楚 眼下又遇上了杀手 为了弄清楚情况 吴邪便主动出去查看 可等他找遍了整个修道场 却始终没有发现一个人影 于是他连忙返回和胖子会合 他们发现整个修行场 好像只剩下他们三人 为了确定这里的人是否都离开了 他们来到了下山的出口 发现雪地上一个脚印都没有 看来最近并没有人下山 既然他们没有下山 又没有消失 那么最大的可能就是躲了起来 可打得不可开销的两方势力 为什么突然停火 并且一起躲了起来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吴邪他们猜测 一定是有什么恐怖的存在 才导致这里的所有人都藏了起来 恰在此时 昏迷的杀手突然醒了过来 胖子连忙上前问了一大堆话 可杀手却神情紧张地反问他们 说完就往里跑去 两人追着杀手来到了一间密室 等他们全部进去后 杀手连忙关上门 并且口中不停的 吏喊着有什么东西就要来了 看来他似乎对着即将到来的东西 感到极度的恐惧 吓得他当场下跪 恳求胖子二人关上窗户 为了安全起见 吴邪还是把窗户给关上了 随后杀手又恳求吴邪二人给他松绑 吴邪感觉杀手不像是装出来的 就给他松了绑 而接下来杀手的行为完全让他们看不懂 只见他迅速的脱掉了身上的衣服 然后包裹了一些上有热度的木炭 随后又让吴邪他们也脱下衣服和包上这些木炭 尽管吴邪他们也不清楚杀手口中的怪物到底是什么 但还是每人都拎着一包木炭 也就在此时 房子突然开始发生颤动 大门像是在遭受着撞击 似乎门外有什么东西要冲进来 可等胖子透过门缝去查看的时候 发现屋外并没有人影 还不等胖子他们弄清楚什么情况 殊不知屋外已经飞来了大量的毒虫 并且这些毒虫还知道相互配合 不一会儿就把门栓给打开了 很快大量的毒虫便飞了进来 就在吴邪他们转身查看的时候 杀手直接将木炭扔下了吴邪二人 随后转身朝着外面跑去 胖子刚想追出去 才发现外面乌泱泱的全是这种毒虫 吓得他又躲回了房中 其实刚才杀手说 炭火能够保命是骗他们的 毒虫反倒是喜欢玩热的地方钻 他们拿着炭火 就好比告诉虫子来咬自己 杀手正是利用这点来靠他们吸引了这些毒虫 从而给自己制造了逃跑的机会 吴邪很快明白了过来 紧接着吴邪又发现毒虫 竟然害怕自己的血液 毕竟当年他可是服用过麒麟节 拥有了一丝麒麟血脉的人 虽说没有小个儿的血液牛 但是对付一般的毒虫还是可以的 于是他连忙朝着胖子身上抹了一些血液 不过为了安全起见还是给胖子头上套了一个猪篓 并且在猪篓上抹上了他的血液 这才带着胖子朝外逃去 可他们刚跑出去没多久 眼前又冲来铺天盖地的毒虫群 看来往外逃是不可能了 他们只能重新躲回修道场 等他们进入房间后 吴邪连忙关上门 并在门缝上抹了一些他的血液 希望他的麒麟血能够阻止毒虫靠近 可他们还是低估了这些毒虫的智商 于是他们趁着虫子还没有大规模攻进来之前 从窗户上跳了出去 接着疯狂地朝外面跑去 一开始无邪的血液还能驱赶这些毒虫 可很快他的手掌已经流不出血液 眼下只能绕开毒虫一直跑 直到他们来到了小哥的石像前 那些毒虫似乎惧怕了什么 围绕了小哥的石像 却始终没有攻击他们 虽说他们暂时躲避了毒虫 可若是毒虫一直不走 他们迟早要被冻死在这里 待到他们的体温已经降到够低了 无邪想着毒虫应该不会再来攻击他们 可当他尝试着站起来离开的时候 这些毒虫再次朝他扑来 这就离了大谱了 无邪明显感觉到不对劲 终于是从这幻觉中醒了过来 原来他们之所以会在不知不觉当中进入幻境 是因为中了六角铃铛的幻术 而失幻之人正是张海克他们 当时老冯等人离开后 无邪和胖子就听到了一阵铃铛的响声 也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他们开始进入了幻境当中 搞了半天张家人用六角铃铛迷惑无邪 就是为了测试他的意志力 看他有没资格进雪山 这就有点过分了 欺负无邪还未进化成邪弟是吧 好在这次无邪算是勉强及格 随后张海克告诉无邪 他们和外国人达成了共识 到时候会一起讨论对付夜王的问题 而一旁的胖子也在这时醒了过来 就这样 三方势力聚到了一起来探讨合作的问题 老冯告诉大家 他们对夜王的研究早在80年前就已经开始了 当时他们还派出过几支探险队渗入雪山 后来他们进入了一个神秘的地宫 并且发现了一种奇怪的肉球 等他们靠近的时候 肉球突然张开雪盆大口 将他们探险队的人全部吞噬 后来他们再次派出探险队去寻找失踪的人员 结果只找到了一些被某种动物咀嚼过的尸体残骸 好在他们还带回了一个保险箱 而这保险箱里装的是个腐烂的肉瘤 洋人专家研究后推测 这可能是夜王的身体组织 并发现肉瘤里面还有非常丰富的物质 有着巨大的药用价值 甚至有可能用于消灭所有的疾病 可惜他们发现肉瘤里面的物质正在快速地分解 这让他们无法再继续这项科研 我们需要活的夜王 才能继续研究下去 不过想要对付夜王 就必须得找到天杖 而天杖被小哥藏在了一个很隐秘的地方 需要三把钥匙才能打开 一把在海外张家人手中 也就是张海克手中 一把在老冯手中 还有一把则需要吴邪去寻找 他接信小哥一定给吴邪留下了有关钥匙的线索 可现在的情况是 老冯他们想要活捉夜王 而张海克他们又想杀死夜王 再就是吴邪压根就不想参与此事 他只对小哥的记忆感兴趣 三方势力都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为了能够全身而退 胖子让吴邪先稳住他们 然后再想办法逃走 于是吴邪提议 他们可以先合作一起找的钥匙 拿到天杖 然后再一起寻找夜王 至于夜王的最终归属权 到时候大家各凭本事 老冯和张家两方势力相互顾忌 最后还是同意了吴邪的提议 随后吴邪和胖子又找借口要给他们展示枪法 便来到了山下的集市 为了表示他们的枪法很好 故意走得很远 很快 他们二人就被两方人马堵在了一个死胡同里 就当他们以为要被抓回去的时候 于达大师从墙洞里伸出一只手 示意他们躲进来 但跟随于达躲进了这条密道后 两人总算是躲过了两方势力的追捕 正当他俩跟于达告别准备开溜时 于达却突然告诉吴邪 这让吴邪对离开或是留下而犹豫不决 最终他还是决定留下来 毕竟好不容易有了新发现 自然不舍得中断 于是他和胖子又坐着一辆拖拉机 主动跑了回来 这一幕让张家仁和老冯都看呆了 没搞懂他俩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回到修道厂后 吴邪立马来到小哥的房间 找到于达所说的那个新卷轴 果然这卷轴上记录的内容和上次中断的部分完全吻合 自小哥他们砸开墙体后 便进入了一个新的密室 在深入的沿途上 他们发现了大量的尸体 而这些尸体的食指和中指都出奇的长 由此可以推断出他们都是张家的族人 离奇的是 他们的死因都是径部被扭断 这是张家仁独有的斗争方式 难不成他们当年发生了内斗 就在这时 众人突然发现小哥不见了 便赶紧追了上去 而此时的小哥正若有所思地注视着前方的小水池 他们以为小哥是发现了什么好东西 可等他们下来一看才发现 水池里同样有着大量的尸体 并且死状和之前他们看到的一样 看来他们也是张家本家人 唯一区别的是 他们都带着护目和保护口鼻的东西 应该是为了方便他们潜入水下用的 而真正令他们感到惊讶的是 在水池的旁边还锁着大量的尸骨 这些人的死法和其他尸体都不一样 他们都是被割烂而死的 原来张家有部分族人怀有麒麟血脉 他们的血液有着蛆虫的效果 在一些毒虫肆虐的地方 就需要这种血脉的张家人放血开路 很明显这水下肯定有很多毒虫 当年他们才需要采集大量的麒麟血 用来抵御水下的毒虫 根据眼前的种种 张海克大胆猜测 张家宝当年是祖辈的聚基地 因遭遇了泥石流 让原本固若金汤的张家宝防御机制出现了漏洞 于是张家的部分叛徒 想要趁机谋权篡位 他们杀掉了这里的守卫 不过很快便被其他的张家人知道 于是部分叛徒们便开始堵住这个入口 不让其他的张家人进来支援 剩余的叛徒则是踩了族人的麒麟血后 潜入了水下的另一个空间 能让这些叛徒冒着危险杀同胞 张念断定水下一定有什么了不起的宝物 于是便想立刻下水 但被冷静的张海克制止了 毕竟现场死了那么多同胞 不弄清楚状况就贸然行动是很危险的 张海信听闻 立马指责小哥带他们来着家族禁忌之地 是要害他们被家族责罚处死 小哥肯定有问题 说着就动手向小哥发起了攻击 海信奶奶 是你们自己要来的好吗 可他哪是小哥的对手 就算加上张念和张九日 还是被小哥三两下就拿下了 最后还是沉稳的张海克将他们叫停 小哥也没和他们计较 反倒说出了一个巨大的秘密 张家的少年们一听到四方城就立马震惊无比 当年的张家组长为了躲避叛徒的刺杀 带着天杖逃进了四方城的深处 叛徒们想要追杀张家组长夺取天杖 就必须通过水池才能进入到四方城的深处 不过水池里面存在着大量的毒虫 所以他们就抓来了很多含有特殊血液的张家小孩 用来采血蛆虫 而小哥就是当年被采血的孩童之一 直到这一刻 四人才知道小哥在年幼时 就经历了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和绝望 身边的族人一个个的在他面前死去 而他之所以还活着 是一股信念在支撑着他 他向亲眼见一面 自己从小就没见到过的母亲 后来由于泥石流导致整个四方城彻底坍塌 叛徒们才终止了刺杀行动 小哥也因此躲过一劫 而天杖正是张家的组长信物 据说他具有某种奇特的力量 可以让张家组长拥有通灵的本事 知晓世间的一切事情 因此天杖对于张家来说是非常的重要 也正是因为天杖的丢失 导致张家开始没落 而小哥这次来到四方城 正是为了替张家寻回丢失的天杖 随后 小哥让他们拿上这里的张家兵器 用以完成放野的考验 原路返回 别再深入 交代完这一切后 小哥便直接跳进了水池当中 去寻找张家丢失的天杖 可桀骜不驯的张家少年们 并未就此离去 他们都有着一股不服输的信念 于是他们也都潜入了水中 想要夺得天杖 待到他们从水里出来后发现 这里果然别有洞天 看来四方城之大 远超乎他们的想象 他们沿着小哥的足迹 一直往里探查 可待他们穿过一处大殿 来到了一个巨大的地宫后才发现 小哥的足迹 在一处石壁前消失了 看到石壁上的小洞 他们猜测 小哥应该使用了缩骨弓爬进去了 不会缩骨弓的他们只好另找入口 很快 他们便来到了一个荒废的仓库 在这里他们发现了一具尸骨 并在尸骨的怀中 找到了四方城的平面图纸 看了图纸后 他们才发觉 几人和小哥走的是 两个完全不同的路线 而他们目前的路线 根本没办法进入到 四方城的最深处 还不等他们想出办法 几人就开始呕吐 紧接着手臂上的血管开始发黑 并且搔痒男人 看来他们都中毒了 于是几人连忙拿出解毒丸 分发之后都吃了下去 还没等药效发作 他们又开始吐了起来 而他们的呕吐物里 竟含有大量的寄生虫 看来他们是在进入水潭的时候 被里面的寄生虫侵入了体内 如今想要活命 就必须得找到小哥 因为他体内流淌的麒麟血 可以驱虫避毒 但眼下他们已经走散了 如今想要引起小哥的注意 随着炸弹被引爆 地宫开始出现大面移坎塌 虽说小哥听到了动静 但是爆炸却复发了四方城的防御机制 大量的毒气从裂缝中冒了出来 很快 这种毒气便渗透到地面 这也是为什么地表的植被 全部枯死的原因 由于四方城的建筑 是一个蝎子的形状 所以毒气渗透出来后 在地表也形成了一个蝎子的形状 小哥为了救出困在地宫里的同族人 于是他便来到了马家 这也就有了故事开头的一幕 等到他拿到需要的东西后 便再次深入到地宫 跟着他便在巨石缝里发现了张海兴 他推开巨石 将张海兴从里面解救了出来 看到张海兴的模样 小哥知道 他们肯定被水中的毒虫侵入了体内 于是便拿出一个针管 从手掌上提取了少许的血液 滴入了张海兴的水壶中 待到张海兴喝了这水后 他先是一顿呕吐 将体内的毒虫全部排了出去 随后他的身体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痊愈 接着他们又发现了张九日 在两人的帮助下 张九日很快也被拉了出来 然后他也喝了带有小哥血液的水 很快也恢复了 最难办的是张海克和张念 他们两个人掉入了一个几百米的深坑中 并且动一个 另一个一定会掉下去 但小哥是要两个人都救 在想定解决办法后 他先是用铁锁挂住身后的石壁 然后贴壁而下 接着点燃了一个火折子 朝下方丢去 等弄清楚下方的情况后 他便来到了张海克的身边 就在他解救张海克时 卡住张念的石头突然松动 张念便随着石头迅速的往下坠去 小哥直接双脚蹬臂 以更快的速度朝下方冲去 接着用刀插入石缝固定身体的同时 也抓住了张念 一路来都视小哥为扫把星的张念 此时还是一顿嘴硬 可没一会儿 卡在石缝中的刀开始松动 接着两人再次向下坠去 就在这千斤鱼发之际 小哥看着石机将张念推到一个墙壁的凹槽中 自己则再次用刀卡石缝固定身体 就这样一番惊险后 大家总算都脱离了险境 张念还主动伸出手来 要拉小哥上来 看来他已经被小哥的实力和胆量 以及胸怀所折服 上来后 两人也服用了小哥的麒麟血 去除了体内的重毒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几人才真正的认可了小哥 张九日拿出了蝎子飞镖 分给了几人当作小队的信物 而他们也决定陪着小哥一起去寻找天杖 随后 小哥带着他们来到一处悬崖边 这里是四方城的最深处 后来组长带着剩余的亲信 去底下布置了大量的机关 他们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做了一个常人难以破解的死局 以此来保证天杖不落入叛徒的手中 而留在上面的小哥 最终在发现了一个洞口后 才得以逃出去 时隔多年 他又回到此地寻找天杖 小哥让张海克他们回去 此行必定凶多吉少 他准备置身前往 可其他的张家少年 早就把小哥当作了过命之交 怎么可能让他独自冒险 于是纷纷跟了上去 带到众人都来到了谷底后 前面就是组长的船 如果他们要做死局的话 肯定就在那里 于是几人来到老船跟前 利用钻间锁勾住船上的木板 然后顺其而上 带到上了船 他们便开始在甲板上搜索起来 没多久便发现了几具张家人的尸体 看样式他们死前似乎都在保护眼前 这个用布盖住的东西 可要贸然上前查看 可能会有危险 于是张九日便掏出匕首 准备先划开一个口子 这样可以最大限度的避免触发机关 本以为他们已经够小心了 哪成想他们还是中了组长的机关 随着一枚毒针射出 船体内部的机关开始自动运转了起来 如此庞大复杂的机关 威力自然不可小觑 很快整个船体开始发生震动 小哥通过船上的布置判断 这应该是一个重力平衡机关 一旦船体重力失衡 就会触发张家人设置的防御机制 绞杀一切来犯之敌 他们只能尽量保持船体平衡 然后同时朝着船体边缘退去 想着到了边缘时 再一起从船上跳下躲避机关 然而张念的后面是连接身体的船头 根本没后路 于是小哥让其他人先走 自己留下来救张念 可就在这时 柱子还是滚了下去 随之张家组长设置的机关 也立马被自动启动 发现不对劲的小哥朝着黑暗中丢出火把 才发现远处已经有成千上万的箭矢 朝他们设 最终有惊无险 全都跳进船体塌方下的空间 还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下面又是别有洞天 看来上面的船只是组长设下的障眼法 众人沿着通道继续往前探查 发现了一个被箱子堵住的洞口 小哥上前用双指探动的独门技术 将箱子的一侧给拉了出来 一个通道就出现在几人眼前 他们沿着这个通道来到了另一个空间 这里同样有许多族人的尸体 但之前他们看到的尸体都是干尸 而这里的尸体竟然全部都是森森的白骨 看来这里一定有着他们不知道的危险 为了保险起见 他们决定按照张家祖辈的方法 先将入口堵死 接下来他们便开始分头寻找天杖 本以为天杖一定被组长藏在一个很隐秘的地方 不承想张九日在其中的一间地宫 轻而易举的就找到了天杖和组长的尸体 是组长的一体 我找到了 影子怎么在我前面 这哪里是什么影子 而是无数的毒虫 很快其他人便听到了张九日的叫喊声 于是连忙朝着声音的方向跑去 小哥成功地拿到了天杖 然后快速起身 割破手掌 朝着群虫洒出麒麟血 很快便将这群毒虫驱散开来 然后他们趁机向外逃去 看来这毒虫就是组长设下最后一道的死局 入侵者必遭毒虫攻击 最后化为跟他们一样的森森白骨 而堵住入口 就是为了防止毒虫跑出去 于是带到锦人出来的时候 也用箱子将入口堵死 并且小哥还洒上了麒麟血 做完了这一切 他们才向外逃去 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毒虫竟然冲破了封印 从土里钻了出来 但他们发现时也没有了办法 只能快速地向外逃去 而里面数以亿计的毒虫 更是源源不断地朝外冒出 向着他们侵袭而来 好在他们最终还是爬了上来 为了防止毒虫逃出去 小哥点燃了一个火折子 朝着洒满了火油的铁链丢去 瞬间所有的链条都燃起了熊熊大火 而这样也仅仅是暂时阻止了毒虫的追击 其实最大的屏障反而是他们眼前的水潭 虽然经历了重重危机 但好在最后还是拿到了天杖 不过小哥的心中却充满了忧虑 不知道找回天杖是福还是货